台中中校路观光夜市人潮众多 但是摊商工作的环境是既油腻又湿滑 就怕会造成意外的伤害 因此制鞋工厂主动赠送了180双的防滑鞋 既轻巧又便利 适合长时间在夜市工作的摊商们 大家拿到了鞋子都笑得好开心 不必再担心会滑倒了 鞋盒叠得像一座小山丘 这里不是鞋子特卖会 而是在地爱心制鞋厂商 赠送中校路观光夜市摊商一人一双防滑鞋 就想说常常来中校夜市这边吃晚餐 那就想说摊商有时候在这个 比较有水多的地方比较危险 所以他们想说那这样子就是 他们的防滑鞋是止滑又耐磨这样子 所以也是希望说摊商穿着这个鞋子 来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安全 爱心鞋商与议员讨论后决定赠送防滑鞋 帮助他们在工作时更加安全舒适 摊商趁工作空档等待排队领取 还有逛街民众看到排队人龙 好奇询问鞋子怎么卖 但这一次只送不卖 摊商现场马上试穿 踩一踩踏踏一踏 柔软的鞋底就算久站也不会累 洗菜泼水也不用再怕水跑进鞋子变香港脚 也不必担心油腻的地面容易滑到危险 摊商都大赞好使用 很需要因为我做那个地瓜球 有油炸的都会喷到地上 对啊这个就可以防滑什么的很好用 因为大家一穿的一整天也穿的这样 也觉得比较舒服啊 洗东西还是什么不会绞丝掉 这个动作防滑做得很细致都很好 让我们的这个慧眼穿起来在工作上安全 安全安心赚钱又安全的 不怕它跌倒 有了防滑鞋 摊商们可以更安心的制作美味小吃 给到夜市观光的游客品尝 再也不用担心油腻湿滑的地面 可能造成的意外伤害